仔细看,这是时尚最完美的魔术 只见男人用白布盖住上半身 然后再用脚敲击地面四下 看到这儿,对面的男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却依旧找不到任何破绽 于是,他决定花大价钱买下这个魔术 可还没开口,魔术师就拒绝了他 原来他要把所有魔术都留给自己的孙子 男人无奈之下,只好恳求魔术师再表演一次漂浮术 对此,魔术师并没拒绝 可就在他把白布盖在头上的时候 见魔术师没有了动静 男人便想从椅子中破解漂浮术的奥秘 可这时,魔术师竟然突然站了起来 男人见状立即放下椅子 用铁丝紧紧勒住魔术师 将其推到了断头台 就这样,男人窃取了魔术师的笔记 并凭借着里面的内容摇身一变 成了家喻户晓的魔法师,纳维 这天,一个记者慕名而来想要采访纳维 刚见面就热情地捂住了他的手 没想到,纳维一眼便看穿了他的把戏 听到这儿,记者不仅有些尴尬 便将戒指还给了纳维 原来,男人不单单是记者,还是个魔术迷 只可惜他的把戏在纳维面前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可就算这样,记者也没有死心 他想在纳维面前表演一把读心术 对此纳维没有拒绝 紧接着,记者便让纳维在纸上写下一串数字 并提醒他不要让自己看到 接着,他又让纳维去客厅拿一根香蕉过来 并掏出小刀将其一分为二 以此来证明刀是真的 最后,他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掌 将鲜血涂满纸张 没想到纸上竟浮现出了一串数字 而这串数字和纳维写得一模一样 看到这,纳维轻笑一声 让记者先去洗手 别着急着得意 等记者洗好手回来后 他便揭露了对方的魔术 原来,记者让纳维写数字的笔上 装有轨迹芯片 能将运动的轨迹传送到手机上 拿香蕉也只是为了方便偷看手机上的数字 以及纸上做手脚罢了 而那把真刀就更简单了 其实,就是趁掏口袋的时候偷梁换柱 把真刀放进口袋 用假刀来切香蕉 说到这儿,纳维不禁称赞记者作为一个新手 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 接着纳维问他 谁是他魔术的启蒙老师 记者说他从小就受爷爷的影响 才爱上的魔术 只可惜,后来爷爷突然失踪了 再也没人教他魔术了 听到这儿,纳维不禁愣在原地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他安慰记者节哀顺变 一时间,纳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好转移话题 扬言要送记者一本自己签名的书 说完,便转身走进了房间 见状,记者联盟跑到保险柜前 并输入了纳维刚刚写过的那串数字 却没想到,密码竟是错的 紧接着,他便听到了纳维的嘲笑声 听到这儿,记者索性不装了 直接挑明纳维杀了他的爷爷 保险柜里肯定有爷爷的笔记 对此纳维无动于衷 无奈之下,记者只有撂下狠话 扬言会带警察和搜查令来揭露他的罪行 记者刚走,纳维就不淡定了 他连忙关掉监控,打开保险柜 将魔术师的笔记本烧成了灰烬 这才把心安了下来 隔天,警察如约而至 但他们要调查的却不是杀害魔术师的事 而是纳维的妻子昨晚在酒店被人杀了 警察怀疑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对此纳维一脸茫然,并连忙解释 说自己昨天一直在工作室,从来没有出去过 然而当他想调监控自证清白时 却突然想起监控已经被自己关了 这一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时警察突然注意到了墙上的保险柜 于是便让纳维打开它 为了自证清白,纳维只能乖乖照着做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手上的戒指早被头梁换住了 原来那天记者还给他的戒指装有轨迹芯片 在他打开保险柜销毁笔记的时候 记者就已经弄到了保险柜的密码 而他得意洋洋地拆穿记者的魔术石 更是将自己的指纹留在了小刀上 想到这儿,纳维顿时面如死灰 而一切也正如他分析的那样 记者用小刀杀死了他的妻子 并将其放进了保险柜